那我有注意到吳怡農先生说 这种说法根本是模糊焦点 所以我想请问吴怡農先生 他早来赖清德未来的民进党主席来站台 又是做这样的攻击 请问吴怡農先生认不认为这是模糊焦点 还是他要采取双标呢 那另外想问一下 因为您最近就是审判到所 现在广播总刚刚也有提到说 民进党不缺一席投票 所以在国民党要做一股关键力的 不过这样是不是就打脸到 林立华议员就不服用 我们直接国民党放弃办案 所以我这一席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这一席是国民党不可少的一席 一伦怎么看肖井田的事件 会不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决策 刚才朱立伦主席也有回答 我想从党中央到我个人 我们都支持司法误望误重的来办案 那么我也相信 我过去16年的从政经验 那么我的这个认真我也可以检验 那所以我相信选民会有智慧 做出最好的选择 我想问一下 有关于之前那个 现在政府要发放六千块 那之前你有提议说 这个六千块有点太少加主器 那六千块的部分您会捐出来吗 还是会怎样来使用 我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离选举短短三天 其实我脑子里真的只有慎选 目前还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黄成国他现在还在小英身边 那现在王世坚他说 轻轻扒两下民进党就好 这样真的能叫醒这个执政者 我们从11月26号之后 我们看到民进党有检讨吗 有反省吗 其实民进党现在是陷入重度昏迷 绝对不是轻轻扒两下他就醒得过来 以现在来看他们有醒得过来吗 我特别要强调 其实民进党现在是陷入重度昏迷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各个候选人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来做选前之夜 我都云以尊重 那么我们办选节之夜 其实我们会展现的 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团结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民 能够跟我们一样 选择站在公立跟正义的一方 来这样子的来 希望选民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